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家带着娃 那也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 看一些新的菜谱 给宝宝做一些更好吃的 好 那今天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宝宝一天里究竟吃了些什么呢 好 我们开始吧 大家早上好呀 一日之际在于晨 我们开始做宝宝今天早餐吧 今天早餐内容是酸奶拌香蕉苹果和燕麦粥 好 首先介绍一下材料 那这是香蕉 苹果泥 这个是大豆粉 加在酸奶里面的 这个就是深入100%的酸奶 之前有介绍过 那这边燕麦粥的材料呢 首先这个燕麦我买的是 它这里写着是15天佳季 就是完全都不用的 这样呢 比较适合宝宝吃 那这边呢 就是日本人做菜啊 做汤啊 非常喜欢使用的这个达西 它这是wakodo的 那是给小宝宝吃的 好 那我们就开始做今天的早餐吧 首先呢 倒入燕麦 然后呢 加水 然后加入达西 然后开火把它们煮熟就可以了 那么呢 来制作一下酸奶 首先呢 我们舀三朝 然后呢 加入大豆粉 加入切好的香蕉 倒入苹果泥 这样搅拌 就搞定啦 那这个呢 就是做好的今天的早餐啦 夜脉粥和酸奶拌苹果香蕉 好 我们要开动啦 下面呢 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宝宝吃的午餐啦 首先呢 是一瓶果汁 那我不会让它一次性喝这么多 不然糖分设计它都也不太好 一半呢 会分两三顿给它喝 好 那它这个呢 是水果和蔬菜一起的 那味道也好 而且呢 又非常有营养 好 然后呢 是刚才给它做的鸡蛋香蕉卷 把它切成这样 一小块小把它可以自己拿着手吃 那有机会呢 我会在我的腐食制作视频里边 给大家介绍制作方法哦 那之前呢 也介绍了很多菜 大家有空的话可以记得去看一下哦 好 然后呢 是类似于粥的那种米饭 就是不是很稀的 比较稠一点的 然后呢 这个呢 也是之前做好放在冷冻室里的 拿出来热一下就可以了 那这个是菠菜肉米的 它是一个味增味的 好 那这就是今天的午餐啦 我们要开动啦 你好呀 你在做什么呀 我们马上要吃晚饭了 好不好啊 嗯 舌头都出出来了 口水有没有流出来 妈妈看看 又在这边皮啦 马上吃晚饭了啊 好不好啊 那今天晚饭呢 比较简单 但是呢 也是很有营养的 那首先呢 就是之前在视频里面所介绍过的制作方法 就是金枪鱼拌玉米拌豆腐 那刚刚从冷冻室里拿出来 只要待会加热就可以了 那这个呢 就是也是之前介绍过的一个 嗯 微波露也可以使用的这种腐食的小碗 那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之前就是在超市里买的宝宝的 嗯 直接使用的腐食 这个呢 混合我刚才给他做的鸡蛋丝 啊 增加一点鸡蛋营养分 那这个呢 是主要是补充铁粪的 所以说还是比较有营养的 然后呢 水果呢 今天给他吃的是 猕猴桃已经切成一小块一小块 他可以自己拿着手吃 也是非常方便的 好 我们马上就用餐吧 那我们先喝口果汁吧 口渴了吧 喝得好猛啊 好 要吃饭了 那首先呢 就是刚刚做的一个 超市里买的那个直接加进去加热一点鸡蛋丝的 宝宝呢 还不会自己用条根吃饭 暂时呢 我还喂他 但是呢 我有想着给他锻炼 但是他特别喜欢扔东西 所以说最近呢 我还是放弃了 等过一段时间 等好一点之后呢 再让他训练 嘴巴张得好大呀 呵呵呵 那这个呢 就是之前做好冷冻在冰箱里的一个 金枪鱼加 玉米加 豆腐 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看一下我之前腐蚀制作的视频哦 好 好吃吗 好 我们要专心吃饭啦 一会儿见啦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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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呵呵呵 你在吃什么呀 你在吃什么呀 猕猴桃 好吃吗 有点酸 是吧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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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猕猴桃呢 稍微有点滑 其实我们大人自己用手抓呢 也是非常难抓的 他有时候会把猕猴桃弄得很烂很烂的 就这种切成这种一小块一小块的这种 你自己抓着吃 你给我吃啊 谢谢 嗯 自己吃 嗯 妈妈有 自己吃 嗯 自己吃 来 嗯 好嘞 嗯 RJ 嗯 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